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 那美国大选呢,拜登和贺锦丽呢 他们两个已经是赢得了美国这个大选 这事呢,应该是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了 就这个川普,虽然说呢,他现在还在垂死挣扎 但是呢,他应该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那川普现在呢,就给拜登呢,制造很多的麻烦 按说呢,像拜登胜选的这个总统呢 应该是有权利得到 也应该得到白宫的一些简报 就是说白宫呢,每一天会给总统的一些简报 他们国内的事情啊,国外的呀 都给他一些简报 这个简报呢,按说也应该给拜登一份 让拜登呢,应该了解这些 因为毕竟呢,很快他就要成为美国的总统了 对不对 他现在呢,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应该了解 但是呢,川普就现在给他制造很多麻烦 有很多国家呢,现在呢,就往白宫 就发来了给拜登的一些贺电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这些悉数的,现在都让川普给拦下了 因为呢,现在川普在白宫里头 如果他不转达给拜登的话呢,拜登就得不到 那现在呢,拜登等于说,就好像龙子瞎子一样 他在外围呢,就丝毫的接近不了这个白宫 现在呢,他是非常着急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就广泛的来接触各个国家的首脑政要 还跟有的国家的首脑政要呢,不止一次的通电话呀 进行交流,他就只能干这些了 那美国的现在两党呢,不光是民主党对这件事情呢 表示担忧 共和党呢,也有一些议员呀,也对这件事情也表示担忧 觉得呢,这个对美国的交权呢,都是一些不好的影响 但是呢,我们作为吃瓜群众呢 看热闹是不嫌事大的 川普再怎么捣乱,这跟我们无关 他们之间的乱呢,是越乱越好 那我还看到呢,有的网友留言 说你川普不是把国防部已经是大换血了吗 你不是都换上你自己的人了吗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你就在白宫上演一个司马懿 否则的话呢,我还真不佩服你 好,这是这个白宫的这个情况 那我今天呢,我看到华尔街日报 他们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呢,是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呢,拜登应该是好好考虑考虑了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卫星图片了 就说呢,伊朗啊,还在持续的积累 低浓缩油的储备 这种材料呢,经过进一步的提炼呢 就可以用来制作核武器 这就意味着伊朗目前持有的浓缩油的储备呢 是2015年核协议允许水平的10倍以上 这个呢,是拜登上台之后呢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如何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那拜登呢,之前他就明确表示说呢 川普退出来那些群呢 他会一一的再恢复过来 那因此呢,他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 很多的国家首脑都表示欢迎回来 这个伊核协议,他表示呢,也会回来 但是这个呢,却受到了伊朗的一个冷遇 伊朗方面就说呢,走了一个不戴口罩的 那又来了一个戴口罩的 无论是戴口罩的,还是不戴口罩的 他都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呢,就是伊朗的一个态度 伊朗的这个态度 其实这也是美国呢,咎由自取 本来呢,在2015年 这个伊核协议的签订 是对大家是都有好处的 对于中东的稳定呢,是一个定海神针 伊朗呢,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发展它的经济 那美国呢,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是呢,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专门就跟欧巴马对着干 有的事情呢,就是毫无理由的跟欧巴马对着干 欧巴马入的群,他一定要退出 欧巴马签的协议,他一定要撕毁 那这伊核协议呢,就是这样的 当时他退出伊核协议的时候呢 基本上全世界都不理解,包括美国的都不理解 这到底是为什么,只能解释为 说这就是欧巴马签订的 欧巴马签订我一定要退出 那他退出的伊核协议呢,对于他来说 其实现在看来他失去很多 他失去了什么呢 他就失去了他在中东的一个领导能力 那现在美国的新旧总统更替的时候呢 因为川普的不配合 使得美国呢,就非常担心 就觉得说呢,美国的乱会给这个世界上呢 在这种权力真空的时候呢 会给他的敌对国家 主要是中国和俄罗斯造成一些机会 其实呢,以我看 在他撕毁了伊朗协议之后 在川普这四年当中 其实这个世界上呢 美国早就失去了他的领导地位 因为他主动的放弃了这个领导的地位 造成的这个真空 其实呢,也早已经有人填补进去了 比如说伊朗 现在就有中国接手了 比如说委内瑞拉 现在就有俄罗斯接手了 不管是伊朗也好 还是委内瑞拉也好 他们都不会再听美国的 那美国当初退出这个伊核协议的时候呢 伊朗是左求右求 希望呢,美国不要退出 而且呢,软硬皆失 一个是求,一个是威胁 说你要是执意要退出的话呢 那我这个奴挫油 我的风度会增加到多少多少 那我的库存会增加多少多少多少 对他们的一种软的硬的都使了 但是呢,特朗普是执意妄为 一开始伊朗呢,寄希望于欧洲 因为欧洲呢,就希望伊朗说 美国退出,但是你不要退出 那伊朗说我要发展经济怎么办 我的油出不去 不光是这样,那我用美元 它也会限制我 我连美元也用不了 你给我想个办法 但是呢,欧洲想了半天办法 一个是呢,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另外呢,也迫于美国的淫威 也不敢推出一个好办法 那这中间呢,也就是中国 中国呢,对伊朗就推出来了 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这个办法 那在川普退出来伊核协议之后 这段时间 其实中国和伊朗之间 人民币结算的这个系统呢 已经是建立起来 并且呢,逐步的完善了 现在伊朗已经不需要你美国了 我有了中国我就可以了 我就用人民币来结算就可以了 我的石油就能卖出去 我用人民币 我也可以买我所需要的各种的东西 以及服务都可以 所以伊朗现在呢,是很有底气的 也不怕你,你怎么着都无所谓 如果你想回来的话 伊朗还会给美国提出来一些条件 那不是说美国想回来就能回来 也不是美国随便提条件了 现在伊朗搞了那么多的浓缩油 已经是伊核协议的 我刚才给大家读了 是十多倍 那如果说拜登政府 再回到伊核协议的话 伊朗会把这些浓缩油都销毁吗 我相信这个伊朗呢 是有心理准备 他们是有一个计划的 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把这些浓缩油呢 给他消除的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呢 伊朗应该是也悟出来了一个道理 美国怕什么 美国就怕别人拥有核武器 你只要拥有了核武器 你哪怕根本就没有发射的能力 美国都怕 为什么说北朝鲜 川普对北朝鲜那么一个小兄弟 对吧 称兄道弟 大家赞赏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北朝鲜有核武器吗 伊朗很容易就悟出来这个道理 那这是这个伊朗方面 那美国要想再次的回到以前 能够对伊朗起到一个控制的作用 那是不可能了 然后就是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 在这个拜登当选以后呢 意外的他发了一个祝贺 说祝贺拜登能够当选 希望呢 拜登上台以后 能和委内瑞拉进行谈判 进行合作 我昨天呢 还看到了一个报道 马杜罗派出来了他的副总统 带着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总裁 前去俄罗斯 这个呢 是什么目的 这是很明显的 委内瑞拉呢 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汽油的 虽然说他们拥有很丰富的石油储备 但是呢 他们的炼油工业不行 他炼油技术不行 那之前呢 基本上委内瑞拉 他们的汽车 因为没有油都没法跑了 都抛锚了 是这个伊朗挺身而出 给委内瑞拉送去了汽油 并且还给他们送去了 这个炼油的技术 以及所需要的材料 但是呢 那些毕竟是杯水车薪 现在呢 委内瑞拉他需要一个 有能力的大哥来帮助他 委内瑞拉呢 他们现在也在抛弃美元结算 相信呢 拜登上台之后 如果想说控制委内瑞拉的话 这也是不可能了 所以说呢 并不是说美国现在交接的期间 产生了世界领导的真空 而是呢 这个真空早就产生了 并且已经被填补了 美国再也回不到 他们之前的那个领导地位了 川普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 恐怕美国因为川普这四年 就再也伟大不了了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出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